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与民园爆出婚外情 又涉嫌家暴以及酒后驾驶 昨日被送入台北市立看守所 积押警检 以通奸及公共危险罪罪名起訴 一年前 李宗盛开始彻夜未归 在妻子怀疑之时 被爆出与民园的婚外丑闻 又遭酒册领检 发现酒驾超标 又遭邻居举报 对妻子拳搭脚踢 暴力想象 事业以及家庭受到重创 接下来由我们为您带来 一系列的专题报导 李先生请问一下 为什么你要外孕呢 你现在怎么可以这样 这样对小孩呢 你都没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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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阻止你老公打小孩吗 我有试着很努力的要 保护我的孩子 我愿意替我的孩子承担所有的痛苦 那你们之间是出现什么问题 我知道他在外面有女人 但这也有可能是我的问题 我没有能力给我的小孩一个温暖的家 我没有努力的去维护这个家庭 那你知道他的外遇对象是谁吗 我不清楚 我真的不清楚 每次想到这件事 我的心就像被美工倒一笔一笔的鸽子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 其实这几个月 我先生常常假班到早上不回家 小孩都会问我 爸爸在哪里 爸爸为什么不回家 那你现在有什么话要对你老公 或是外遇对象说吗 这十几十五年来 我也有很多很幸福很快乐的会议 我是真心的希望祝福他能够幸福快乐 那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我只想好好的给我小孩一个温暖的家 好好保护我的小孩 谢谢 江太太你好 那个请问你们 你平常跟你太太他们家的相处状况如何 相处状况还不错啦 跟太太比较熟啦 太太常常会跑过来哭哭啼啼的说 就是用哪个女人的头发啊香水啊 对啊 就是先生不是很好啦 啊我也有劝他说 这种男人就不要在一起啦 就是干脆离婚比较干脆啦 对 那他们家以前的感情好吗 还是像现在一样 感情 小孩子还小的时候很好啦 常常会看到他们出游啊 对啊 都开开心心的 啊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变成这样子 那你平常会听到他们家里 有些争吵声吗 常常听到小孩子的哭声啊 听了都会心疼 就是 他们感情真的不是很好啊 后来就吵架了 好 谢谢 你昨晚要去哪里 为什么早上回家 干也闭事 你不要以为我不想在外面干什么 我在外面应酬 跟老板应酬 赚钱养这个家 应酬是要应酬到早上吗 那老板就要约半夜啊 因为我想去喔 还不会赚钱给你又 跟老板谈公事需要谈到汽车局逛嘛 你不要以为我不想在外面有女人 有什么女人 有什么女人 有什么女人啊 有什么女人啊 有什么女人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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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你好 请问那个李太太她的小孩 她在学校的表现如何 这同学平常都蛮乖的啊 对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学校了解的小孩子 她在家里的状况吗 这我平常就不太晓得 因为这个同学平常蛮安静的 也不太跟我们讲 反正那种事情 我们老师都蛮难过的 那那个小孩的家长 她会出席 像家长会之类活动吗 好像不是妈妈 平常出席比较多 爸爸的话 不太参与的 那小孩子发生这件事之后 有学校有对她做一些辅导吗 有 我们有请比较专业一点的心理辅导老师 希望可以帮助同学走出这个创伤 谢谢 谢谢老师 李小姐 不要拍 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李小姐 李小姐 你知道你只有鱼鱼鱼鱼吗 你知道你现在成为别人第三者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再胡说下去我就去告你 你是哪里大爆色的 你是哪里大爆色的 你跟你现在怎么认识的 你知道她有老婆跟小孩吗 你有什么话要跟她老婆说吗 你有什么话要跟她家人说吗 你现在心情如何 你知道她现在是第三者吗 你知道你要干嘛 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 你可以在那边乱 你不要在那边乱说话 你知道你自己是第三者吗 你的心情现在如何 李小姐 李小姐 一下吧 老大好不好 跟盐叔伽 好 找 kicking 老板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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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请问一下 好 可以请问妳 当时那个李小嫔 她电眼关注的态stone 情况吗 我记得也认oth 呀一些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 昆泉地 啊 昆泉国班呢 17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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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行 WILLIAM 对 services 也不算是 這天吼,我就記錄,注意很重的啦,不要問我啦,不要問我啦 那你怎麼知道有夠嗎? 剛剛,剛剛不是,應該是有啦,應該是有啦,好啦,不要問啦,不要問啦 好,好,謝謝老闆,謝謝 我剛剛,舉行法第239條,配偶之一方與他方以外的異性發生性行為,即屬通姦罪,依法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根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一項,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酒精測試,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儲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六萬元以下罰款,並當場一致保管該汽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 因得肇事致人受伤者 吊扣其驾驶执照两年 致人受伤或死亡者 吊销其驾驶执照 并不得再考取 根据家庭暴力防治法第十四条第一项 第十六条第三项所为之下恋裁定者 为本法所称违反保护令罪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居易或病科新台币十万元以下罚金 李静才一时的意乱起名 结果陪了夫人又折兵 这样真的值得吗 真的值得吗 记者林俊德台北众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者 厚心 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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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